NBA常规赛赛程已经过去三分之一了 西部的排名让球迷有些意外 在最新的排名中 排名前五的球队分别是 蹄虎 灰雄 太阳 绝晶和国王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五支球队中 有两支球队上个赛季连季后赛都没有进 其中国王更是16个赛季无缘季后赛 现如今球队在布朗的带领取得了14胜10负的战绩 终于让人看到崛起的希望 赛季初表现突出的太阳 最终有了下滑的迹象 已经遭遇三连败跌到了西部第三 更糟糕的是 胡人也遭遇了三连败 仍然排在西部末端 让人看不到任何希望 这样下去既后赛都悬了 值得一提的是 前段时间表现不佳的森林郎有了变化 获得两连胜后 以13胜12负的战绩排在西部第八位 排在第六道地时的球队 分别是爵士 快船 森林郎 开拓者和独行侠 爵士无疑是西部一匹大黑马 虽然没有米切尔和戈贝尔 但是在马尔卡宁的带领下 取得了15胜13负的战绩排在西部第六 这完全不是摆烂的节奏 不过 个人认为随着赛程的深入 他们的排名还有下降的可能 本赛季顶多只能打进季后赛 快船虽然没有伦纳德 但是乔治复出了 如今排在西部第七 只要能进季后赛 就没有对手可以轻视他们 别忘了伦纳德可是专为季后赛而生的 开拓者下滑在情理之中 利拉德的带队能力并不强 队内也没有天赋出众的新兴 个人认为他们很难晋级季后赛 独行侠太难了 球队太依靠东气齐了 上线是西部前六 还得是在东气齐绝对健康的情况下 排在最后的五支球队 分别是勇士 雷霆 乌仁 马斯和火箭 其中雷霆 马斯和火箭在西部垫底十分正常 他们本身就是重建球队 管理层本身也是奔着壮远迁去的 但是未免冠军和夺冠大热门勇士 胡仁在这个区间就太让人失望了 勇士最近遭遇了两连败 分别输给了步行者和爵士 他们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客场成绩太差 本赛季只有2胜11负 这和12胜2负的主场战绩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果不能做出改变 他们终将无关 胡仁更让人失望 他们遭遇了三连败 对手分别是骑士 猛龙和76人 龙梅哥的伤病一直是胡仁的心病 本以为他可以带领胡仁强势上升 但是他又一次受伤了 如此下去 胡仁连今后赛都进不了 真让球迷担心